南虹、龙冠天两个资深粤剧演员 这日现身电台 接受好友杨绍红节目一起走过的访问 当中绍红歌少青 会审问当年南虹姐被追求者追求的经过 以及拒绝的原因 其实南虹姐除了演戏了得之外 画画也有一手 早前更送了一幅作品给汪明泉 汪明泉叫了我很久 说想画我一幅画 他就说想画某单 所以我送了一幅画给他 不是画得很好的 不过我只是做学生 现在是学生 他真的电视 毕竟叫我做他妈妈 所以他是我的女儿 我就送给他 奇缘我不送的 我不会送给人 你只送福给我 送福给你 他就会送 我一定会讹你的 没错 而龙冠天玉哥 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停下脚步 和其他粤剧界人士陆济抗疫歌 相当有心 就是近期关于疫情的问题 我们就是唱了一首歌 就是关于疫情的月曲 这个我们是很短时间里面 就将这件事做了出来 疫情关系是否都会影响到 自己演出的档期 会因为在这几个月 基本好像天后诞 是全个香港月曲界最旺的日子 但是因为疫情关系都停下了 我希望疫情快点过去 大家又可以开心 这天呂山和李隆基 都有接受邵鸿哥访问 分享多年演艺圈心得 李隆基他演技一向备受肯定 不过都有试过抽离不到角色 是做一个乐夜 是一个很有钱的 那时候应该是民初的 很有钱的乐夜 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戏里面要我很兇 我兇完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拍完了 我对人间不动都很兇 后来幸好自己醒得快 不可以这样 你做戏而已 况且你也不是很有钱 所以那次很深刻 基哥又说 其实自己头发都已经白了 但是觉得身为艺人应该要有造型 所以染了一串粉红色头发 相当劲业告你 相当地 zwar 相当敬业咬叶 相当敬业咬叶 小鼻三片 相当专业咬叶 健废咬叶